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 你干嘛呢尊宝 我干嘛 燕子 咱们俩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连让我碰你都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尊宝 这咱俩不是好好的吗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好好的 拿好了 燕子 你说 咱们俩结婚 拖什么呀 这人家小智 他给我们一年结的婚 现在他们家都有两个孩子了 可是咱们呢 我觉得咱们两个 现在也挺好的 这孩子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 你永远都是这句话 燕子 我看呀 你压根就不是真心对我 真心喜欢我 是不是 你说什么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干嘛要嫁给你啊 行了嘛 你别找理由了 你老实道说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尊宝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再说了 咱们两个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清楚 咱们两个 就是有没有无实 燕子 你知道外面 现在别人怎么说我吗 我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他们说 咱们生不出来孩子 是我的原因 我现在都没有脸出门了 这 这街坊邻居 怎么戳我脊梁骨的都有 燕子 其实这一切都是你 是因为啊 你都不让我碰 尊宝 你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干什么呀 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你说的倒简单 啊 过好自己的日子 日子还能过吗 我看你分明就是 外面有人了 没有 没有 还不承认 我今天就打到你承认 尊宝 你干什么呀 我让你不承认 我让你 干嘛 你别打我 我让你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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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不承认 尊宝 尊宝 我都没有 你让我承认什么呀 你别打我了 我告诉你你爹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给我滚 尊宝 滚 真是气死我了 尊宝 尊宝 这怎么了 尊宝 怎么回事呀 什么怎么回事 刚才 我跟燕子吵架了 这为什么呢 你们两个好好的 好好的 咱好了 妈 你说我跟燕子 我们俩结婚都多少年了 啊 燕子吧 燕子还 她还是跟以前一样 儿子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说什么意思 她呀 不让我碰到 我说呢 这你们两个 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一直没孩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那不管怎么说 你和燕子呀 也不能吵架 这样的话 会更伤感情的 有什么事情 给她好好说说 说好 还好好说 好好说什么呀 啊 我现在还敢出门吗 这别人呀 都在外面戳我的金两骨 说生不乱孩子 是我的原因 你呀 别那么冲动 我想 这燕子呀 肯定有她的想法 她 她有什么想法 我看啊 她是外面有人了 儿子 瞎说什么呢 这话要是传出去 不够丢人吗 再说了 燕子 嫁到咱们家几年了 她可不是那样的人 得了吧 这人呀 都会变的 我看燕子 她现在 就是不想对我过了 所以刚才我一生气了 动手打个她 儿子 你说什么呢 你咋来燕子呀 你说说你呀 怎么那么冲动呀 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商量 妈 那你说燕子 她都这样了 我能不生气吗 行了 你别说了 你也会放电话 我跟燕子打电话 让她回来 我好好跟她说说 这孩子 我真是的 哎呀 哎呀 我跟燕子打电话 燕子 也不接电话 我过来啊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燕子 你怎么来了 哎呀 我过来看看你 燕子 燕子 妈今天过来 就是想问问你 你和水毛 到底是什么回事呀 妈 我跟水毛挺好的 行了 行了嘛燕子 我今天去你家了 我为我水毛了 而且 这水毛 把所有的事情 也都告诉我了 你说这个水毛 也真是的 她怎么对你那动手呢 对不起啊燕子 我替水毛呀 向你道歉 妈 这件事 不怪你 跟你没关系 是水毛 她不相信我 燕子 不是她不相信你 是不是 你们两个中间 有什么误会呀 要是有误会的话 就说出来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你看看 这日子过不好 这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这也不行呀 没事妈妈 燕子 妈还不了解你呀 这肯定是有事 没事呀 你们两个呀 不会吵架的 跟妈说出来 妈呀 也许能帮帮你 你看你们两个 总是吵吵闹闹的 妈怎么能放心呀 再说了 你们两个 结婚都那么长时间了 怎么也不想着 要个孩子呀 妈 我也想要个孩子 说实话 我也挺喜欢孩子的 可是 我跟孙宝 结婚前不是婚间检查吗 医生说 像她这样 经常抽烟喝酒的人 要是想要孩子 必须把这几样给戒了 你看孙宝 结完婚以后 一直也戒不了 医生说了 如果这种情况要孩子 孩子容易畸形 原来是这样的呀 燕子 跟她好好说说 让她把烟 给九亚都戒了 妈 这件事 我都跟她说了多少遍了 可是她就是不听 我们两个吵架 也是因为这件事 那行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 我会替你做主的 燕子 你放心吧 让孙宝 戒烟戒酒的事情 包到我身上 走 你现在跟妈回去 能听吗 她不听也不行呀 走 有我呢 这下你知道了吧 原来 是因为我呀 燕子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干嘛跟我说呀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 让你把烟 把酒戒了 你听我的吗 是啊 贼宝 这燕子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听了吗 你看看 这样下去 这中间造成多大的误会呀 妈 我知道了 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没有考虑到这些 燕子 我知道错了 你放心 我今后 一定戒烟戒酒 还有 我今天打你了 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了 燕子 你看 对毛呀 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你就原谅他 给他一次机会 你放心吧 他一定会把烟 给酒呀 都戒掉 行 这件事也怪我 如果是我提前跟孙宝说 说明白的话 他也不会误会我 也不至于动手打我 哎呀 行了 不说了 这误会呀 都解开了 以后你们俩能好好的 行嘛 我知道了